這女生很漂亮 然後那個時候也是 圈內的好朋友這樣子 然後覺得這女生好漂亮 然後很快就覺得一切都好 然後聊天什麼都很合得來 你就覺得這個女生可能 生命天女 那時候剛開始 我第一次去她家的時候 我就有一點嚇到了 你就看到那個維納斯女神 她的側面那個雕像 全部都是裂痕 你知道 對我來說的感受 你知道為什麼 那打開門進去 我真的沒有見過 我這麼不愛乾淨的人 第一次進去她那個租屋處 我一打開進去我想說 不是說清出一條路 是所有的地方都有掛衣服 桌上放的是三天前吃剩的東西 天啊 我進去她廁所裡面 她廁所 她邀請你來沒有稍微清理一下 完全沒有 因為她覺得 她在她的生活 在她的觀念裡面 她並不覺得 這有哪裡不對的地方 然後我去她的廁所 最近有部電影叫沙丘寧 你知道 你有沒有看到沙蟲 沙蟲她的牙齒 不是密密麻麻的嗎 你知道那個馬桶啊 就是像那個樣子 全黑的 你知道嗎 我問她說 你這個馬桶 你有清理過嗎 她說我搬到現在都還沒有 沒有刷過 我沒有洗過廁所 還沒有 滿噁心的 所以你看她 你知道那個洗臉盆上面 那個垢 那一圈 那個黃圈 有多粗你知道嗎 阿姨雖然是要告訴你 其實這個台灣女生的 類型很多種 每個國家的女生 其實都是千變萬化的 但是我聽說你現在對台灣女生 是又愛又怕 已經單身四年之久了 我覺得 那你很快樂 快樂 什麼意思 我想交 但又不想交 反正我的前女友給我的 影響真的很大 所以我覺得 台灣女生是不是都是這樣子 日本都是不太會管的 就去喝酒 但是 但是不需要報備 就是我要跟誰一起喝酒 這樣子 然後隔一天 我昨天喝太多了 這樣就好 對 但是在台灣的話 可能每一個 每一小時都要報備之類的 哪 你到底去哪裡找一次 誰每個小時跟你報備 台灣女生真的沒有這樣 沒有 大家也要上班 我覺得 我覺得她說得比較誇張 大概兩個半小時要報備 但是我 兩個半小時 我們的朋友都沒有這樣 但是我又喜歡台灣人 台灣女生的個性 就是比較直接 然後大煩這樣子 像 所以你很糾結 對 我 對 又愛又害怕這樣子 你要記得 下一次戀愛 不是上一次的連續劇 好不好 我覺得你很怕 台灣的其他的女生 對你有誤解 其他的女生很可愛的 下一次的戀愛 也不是以前的那個休強 修正版或加強版 一定是個全新的開始 可愛的台灣女生在等著你 微風 你碰到一個女生 看似非常完美 但是你覺得很傻眼 她的行為又做了什麼 我覺得怎麼講 就是一樣 可能比較年輕的時候 我們會被異性吸引的 第一眼都是外表 會覺得看到好漂亮 然後這個型是我喜歡的樣子 然後你才會去跟她聊天 然後想要跟她 進一步往下走 不管是什麼關係 就是你會想要了解她 那年輕的時候 當然就比如說可能 血氣方剛 那年紀都比較小的情況之下 很快的就會在一起 就會最無愛合對不對 比如說可能 荷爾蒙 一週或兩週時間 你就會確定這個交往的關係 那交往關係之後 那時候可能是 剛說到沒多久 然後呢 這女生很漂亮 然後那個時候也是 圈內的好朋友這樣子 然後就這女生好漂亮 然後很快就覺得 一切都好 然後聊天啊 什麼都很合得來 你就覺得 哇 這個女生可能 是不是 很生命天女 那時候剛開始喔 我第一次去她家的時候 我就有一點嚇到了 你就看到那個維納斯女神喔 她的側面那個雕像喔 全部都是裂痕 你知道嗎 對我來說的感受 你知道為什麼 那打開門進去 我真的沒有見過 這麼不愛乾淨的人耶 第一次進去她 那個租屋處 我一打開進去 我想說 不是說清出一條路 是所有的地方都有掛衣服 桌上放的是三天前吃剩的東西 天啊 我進去她廁所裡面 她廁所 她邀請你來 沒有稍微清理一下 完全沒有 因為她覺得 她在她的生活 在她的觀念裡面 她並不覺得 這有哪裡不對的地方 她習慣了 然後我去她廁所 最近有部電影叫 沙丘寧你知道 你有沒有看到沙蟲 沙蟲 她的牙齒不是密密麻麻的嗎 你知道那個馬桶啊 就是像那個樣子 全黑的你知道嗎 我問她說 你這個馬桶 你有清理過嗎 她說我搬到現在都還沒有 沒有刷過 我沒有洗過廁所 還沒有 滿噁心的耶 所以你看她 你知道那個洗臉盆上面那個垢 那一圈那個黃圈 有多粗你知道嗎 然後比如說你隨處可以看得到 比如說她用過的隱形眼鏡 生理食鹽水 然後可能有一些女生的 私密的用品就放在那邊這樣 然後就丟著這樣 她外表再漂亮 你這樣看她 你還住得下去愛得下去嗎 我跟妳說因為剛在一起 你這個時候頭已經洗下去 你不行對不對 外表漂亮還是很重要 對 還是很重要 因為反正出門很漂亮 大家不知道 還有荷爾蒙也很重要 對 這些都視而不見 其實不是視而不見 可是我覺得這個東西 它是會累積的 就怎麼樣 因為我不是說話還乾淨 可是你看到那個程度 就覺得說已經影響生活了 太誇張了 那最後怎麼辦呢 那我是不是要清 為什麼 因為我要使用 是 我要使用 所以我就開始把這些事 全部都打掃一遍 那慢慢慢慢 我還慢慢跟她 一開始就跟她講 慢慢教導這個觀念 還是要來測試你 是不是一個好男人 可以幫他打掃 那累積太久了吧 如果這是測試的話 這個方式偏噁心 我覺得偏噁心 不太熟 可是一開始的 你們約會的小細節 譬如說它的氣味 或者是它衣服上面 有沒有黃字 那些小東西 完全沒有 因為它都丟滿一地嘛 挑一件最高 乾淨穿出門 她說她會很小心 不讓東西滴到衣服 因為滴到之後要洗 那你有看過她的包包裡嗎 那包包 有 有 真理好嗎 她的包包 完全不可能 那包包跟垃圾袋一樣 那就是啊 可是我們教養生 你不會主動去翻這個包包嗎 對 有就是包包 或是怎麼樣 比如說我到 反正我就清 清了之後呢 你慢慢你就想說 那這個你有一些這種東西 不要亂丟啊什麼 慢慢開始教 她就覺得說 那你喜歡清 那就給你清囉 對不對 而且你莫大的優點 我就可以享受這個東西 家事達人男朋友 對 慢慢開始 她就這個東西 就變成我的責任了 有時候沒清 她還會罵我 慢慢你就開始 有一點本末倒置了 對不對 好 那再加上 重點是什麼 我已經當家政婦了 對不對 就這些東西推我出去 在一起之後 你發現 這個女生 她對金錢觀念非常差 通常這個都蠻混亂的 因為家裡亂 金錢觀也會跟著亂 因為那個時候 她年輕賺錢容易 她是試鏡那種雜誌的model 她就是拍日雜的model 很漂亮 然後就覺得說 可能她覺得我下次 我可能下禮拜四個鏡 我這個禮拜 我算好我有四次拍攝 所以我一次會有兩萬塊 所以我就有八萬塊 然後還有其他的試鏡 我在市場廣告什麼 我覺得我那時候廣告跟 平面跟線上廣告 還分開計值 還分開算 所以她好的一支廣告 如果跨國際的三五十萬 對 然後我第一次見到她 她身上只有 那個月的薪資比較少 是四萬塊錢 她就花三萬五買一個包包 OK 我就嚇到 我說你總共只有四萬塊 你敢花三萬五買一個包包 為什麼 她說沒有 我就OK 我就下個禮拜就有錢啦 為什麼 可是對我來說 我會很緊 因為我覺得我們兩個 兩個觀念好像不太一樣 那她花完 她今天買完這個包三萬 我剩五千 那請問一下 她錢花完了誰要付錢 你啊 對 我也要付錢 所以這些生活當中的細節 你是慢慢在累積 這件事情在溝通上面 她會覺得說 你有一點太怎麼講 太拘謹了 然後太那個 就是你怎麼不活在當下 或什麼 有沒有 可是我就說 你就只剩五千塊 你活個屁當下 他是及時行樂的人 對對對 你就有點嚇到 會嚇到這樣的人好多 因為如果你 你想想看 如果我跟你要有未來 我真的會 我腦中藍圖是一片黑暗 所以我很好奇 這樣荷爾蒙可以維持多久 什麼時候你發現 你自己真的受不了 你的理性起來了 我覺得應該是說 慢慢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 我覺得是我的問題 是因為慢慢 這些過程當中累積之後 我發現我很容易暴怒 我很容易突然之間 就抓起來 因為這生活當中 其實我 因為你只是在壓抑而已 我們在隱忍 你知道我只希望它更好 然後因為荷爾蒙關係 醫生有說過啦 那個荷爾蒙分泌不正常的時間 三到六個月 差不多 而且我是在 就是靠荷爾蒙 比如說真的每次受不了 就去聞一下荷爾蒙 覺得過了 很漂亮看看照片或什麼 可是這些東西 慢慢你跟他生活當中 你會發現他都沒有改變的時候 你是會發皮疾越來越多 他就覺得說你是不是 又不愛我 又不愛我 或什麼 可是其實這生活當中 我覺得這是要互相進步的 不是永遠只有我在進步 或我在改進 那有一天我就跟他講 我就跟他說 就是一樣是 那天他一樣是家裡面 很簡單很小 一個我記得很清楚 他吃完的便當 放在那邊 我已經跟他講要收 我先把他收掉 隔天他還是 又買了新便當 放在那邊吃完 就放著 然後我看了一天 我說這個你要記得收 他說好 我隔天來的時候 還在 還是在那裡 我就把這東西收一收 然後把他丟著 然後跟他說 我們可以分手 他震驚 他嚇瘋 他不怕蟑螂 他完全不怕 對 這種人不怕蟑螂 他可以徒手抓蟑螂 對 他不怕蟑螂 在家裡也會有 那一定一大堆蟑螂 這個家 這個一定一大堆蟑螂 我剛進去的時候 因為我很怕蟑螂 我在那個家 我被訓練到 我不太怕蟑螂 真的 因為很可怕 所以你現在有徒手抓蟑螂的技能 我不管怎麼樣 我希望先不要 我倡導大家還是 對 先不要有這個奇怪的技能 對 所以 反正那個時候 待會兒我就跟他講 我就分開 然後他給我的反應是 他以為我在跟他開玩笑 因為為了這麼小的事情 對 你馬桶都刷了 現在我一個便當 對 你馬桶都刷了 便當丟一下 你要跟我分手 我跟他說 你 我跟你現在不適合 我覺得你出去一樣還是一樣 可以出去遊歷一圈 因為我用 我用遊歷的女朋友 蠻多的 對 我覺得需要 為什麼 因為你需要遇到一個真的 你真心愛他的 你願意為他付出 你去做改變 你願意改變的 你才會知道 我們每一個為你們付出的人 其實心裡面有受到多大的傷害 這樣子 OK 他需要被教育一下 我覺得是 所以這裡又產生了一個 談戀愛的策略 如果你有感覺 你應該要盡早到 他住的地方去看 對 他的宿舍 或者他的家 你馬上就會見光死 就會發現問題了 另外一個以前的人不贊成 我現在非常支持大家 要四分跟同居 對 因為很多事情 是荷爾蒙三個月到六個月 分泌完以後 還能不能夠相處下去的事情 才會知道 OK 那個沒有辦法逃避的 早知道找面對 早處理 對 早點處理 找的是一個適合生活在一起的人 不是一個多漂亮或多帥 漂亮跟顏值都在 所以千萬不要出來的時候 跟你約會的時候像公主 他們家像難民營跟平平窟 那就很可怕了 沒錯 你現在的女朋友讓你煩心嗎 我覺得一開始也會有 對另外一半是會有的 會覺得說 他就是在生活上面 因為我覺得 圈內跟圈外人的區別 是需要有一個磨合期的 對 就是他會覺得說 像圈外人他會覺得說 你每天早上七點半 大家都集合在一個公司的站牌 然後一起上班 你知道他會給我們這種感覺 所以他會覺得 你是不是跟那個誰很熟 你是不是跟那個誰很熟 我說真的是入行十年了 不認識耶 就是 距離很遠耶 怎麼會這樣子 然後所以他對工作型態 一開始他覺得說 為什麼你工作這麼的 需要這麼彈性 然後你好像短期內的工作 會突然間很忙 又突然間不忙 那你生涯的規劃 或什麼這些東西 其實觀念 交友圈 他會覺得說 我旁邊花花 草草 陰陰燃燃 這些全部都很多這樣 那我覺得他給我的感受是 比如說像我也曾經說 那要不要我給你 這些帳號密碼 他說不用 沒關係 但是你只要讓我知道 你在做什麼就可以 任何時候 比如說我到攝影棚 我發現我到攝影棚 我到什麼 我現在跟誰稍微拍個照 他說好 知道了 他就不會吵我 然後久了之後 他知道這是我的工作習慣 跟模式之後 他會覺得 可能我有通過他的試煉 對他來說 他會覺得說 我是可以給予安全感的男生 所以目前我就覺得 以目前現階段來說 我覺得還在有一些小小的磨合 但是這個磨合是好的 而且他也願意去 我覺得我的感受比較強烈 是因為他願意為了我去改變 他的想法 然後他要去配合我的工作 跟生活的節奏跟步調 他願意跟你好好的磨合 對 我覺得 你覺得聽起來是舒服的 沒有被控制的 前面開始有一點點 但是後來慢慢慢慢 就是教育過後 然後他就會覺得說 其實真的 因為圈子生活型態不一樣 OK 恭喜恭喜 我們說 最好的愛情是雙向奔赴 對 我覺得一定要互相 不可能是只有一個人 因為像剛剛我自己講 或聽到大家 其實都是 感覺我們自己在付出 哪怕他只要有一點點回應 我都會覺得 好像可以繼續 可是你感受不到回應 你會很失望 對 男生行不行 這裡有官方的Youtube頻道 請記得搜尋東風衛視 而且掃描我們下面的QR Code 同時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看到 我們最新的影片了 還有我們有很多 獨家的好康網路影片 只在這個頻道獨家播放喔 記得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吧